哈喽大家好,我是凌薇 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 但是您知道芹菜馅饺子应该怎么调,才好吃吗? 芹菜到底要不要焯水? 今天就告诉你正确的做法,香味浓郁又多汁 首先包饺子的肉馅,我们一定要选择前腿肉 让肥气瘦这样的肉馅包出来的饺子比较香 肉清洗干净后,我们先把它切成片状 肥肉部分要去掉猪皮 可以直接把它剁碎,也可以帮它发动饺肉机里 我们安安停停把它搅成肉末 搅好的肉馅里加入姜浓 适量食用盐 一勺鸡粉 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加入一个鸡蛋时肉馅更加嫩滑 因为我家现在只有七彩三鸡蛋的比较小 所以我加入了两个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稍稍的把这些调料混合均匀 然后再朝同一个方向使劲的搅打上进 当肉馅的调料搅匀后,60克的清水分三次加入到肉馅里 这一次我们都是加完之后朝同一个方向使劲的搅打 当上一次完全吸收后,我们再加入下一次的水 平常我们都是加100-150克的清水 这里我们只能加入60克 等一会你就会知道是为什么 需要搅直肉馅的阻力非常的大 扎了筷子不会倒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适量的食用油锁住水分 把肉馅里面的水分锁住 再一次朝同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肉馅搅好后,先放一旁备用 不好的肉馅您这样滑一下,您就会感受得到特别的Q弹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芹菜馅的饺子,但是却总是做不好 500克的肉馅一般准备200克的芹菜 如果您想要这种芹菜的香味特别的浓郁,可以选择香芹 芹菜等会就算想要口感好,我们需要这样掰一下 把里面的筋肉先给它掰掉 要不然吃起来特别的影响口感 看一下,可以掰出来这样的一大把跟头发丝一样 掰好的芹菜再像视频中这样竖着划上几刀 让芹菜变小 很多朋友芹菜洗净后都喜欢焯水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芹菜焯过水之后不仅香味会流失 它的口感吃起来也不再是那种非常脆嫩脆爽的口感 我们应该先把芹菜掰掉丝 然后再划成小份 再像视频中这样切成非常小的颗粒状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它脆爽的口感和香味 切好的芹菜先装入一个大盆里 想要切好的芹菜不出水 切好之后我们就要快速的加入适量的食用油来锁住水分 一定要等我们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我们调好馅的肉馅 我们提前把肉馅调好也是为了防止芹菜在这一步出水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混合在一起即可 这样调好的肉馅先像嫩滑弹性十足 可以看得出肉馅喝饱了水变得溜光水滑 而且按照这个方法来调的肉馅 您看一下芹菜不会出水 不会变得那样水滋滋的 也不需要提前放入冰箱冷冻 这个馅料您看一眼都会知道非常的好吃 芹菜不超水水分保持在它的体内 这样我们煮出来的时候那个水才会原汁原味的留在饺子里面 吃起来才会不甘不柴 饺子皮里放上我们调好的肉馅中间先捏合 然后两边放在虎口用力的一挤往中间一对折 非常漂亮的白菜饺子就不好了 这个方法应该是包饺子最快的了 一挤一捏就完成 当饺子包的差不多的时候锅中就要提前烧一锅开水 把包好的饺子全部下入锅中 然后再轻轻的推动一下 不要让它粘连在锅底 肉馅的饺子我们需要点三次水 也就是像这样沸腾三次 然后每一次都是加入适量的凉水 直到组织饺子原谷古装全部飘起 这样调好的饺子线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看看是不是看着都非常的残忍呢 这样包好的饺子皮薄馅大 肉馅抱团又Q弹 里面满满的都是汁水 还特别的香 非常的好吃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有更多美食对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